哈喽大家好,我是布莱特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七课 也是第三单元的第一课 第三、第四两个单元的我们学习一些新的表达 比如说怎么样点吃的、怎么样点喝的 第七课我们先来看怎么样点一杯喝的 首先来补一些语法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我们讲到Mr. 一位先生的话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说如果我们直接称呼他 我们有一个Gilie 如果不是直接称呼这个人 而是我们去描述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用Gilie 这个区别在我们下一次课第八课里面 还会再讲一讲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个A 这个地方会是个Oth 到时候我们会说一说 现在你可能知道的是Oth表示的是一个阳性 是吧 那为什么这里是个A呢 到时候再说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 英语里面我们不会拿你的 这个名字 来称Mr. 比如说这个人叫做 George Babadoplos 我们不会把他叫做George先生 我们叫他Badoplos先生 是吧 但是在希腊语里面是可以接受的 你可以叫他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Gaba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Gilie的一个缩写 或者Gilie的一个缩写 所以就是Gilie Yogos 或者你应该说是Gilios Yogos 这个用他的名字 前面加一个Mr. 这个点在英语里面是不存在的 或者英语里面一般不这么用 但是在希腊语里面是可以这么用的 好 这是第一点 你要知道的是 直接称呼和不直接称呼它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从1数到10 从1数到10 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 它是有不同版本的 比如说1 我们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1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你还记得哪一个是 这个阳性的 哪个是阴性的 哪个是中性的 我们再来读一读好吧 1怎么读 3个 Enas Mia Enna 哪一个是阳性 其实我在排的时候也是先排了阳性 第一个 Enas 这个是阳性 然后一性 Mia 接下来中性 Enna Enna 怎么记呢 怎么记呢 有个S的 是吧 有个S的 这是阳性 然后我以前说过嘛 我有一个学生 他的名字叫Mia 是个女孩子 所以我就记住了女孩子就是Mia 而这个Enna 在Enas的情况下去掉一个最后的S 就是我们的中性的这个Enna 好 对于一来说你要记三个 二来说呢简单一些 Dio Dio 第三个 三 你要记两个 一个是Dria 一个是Dries Dria Dries 这个不是阴阳性的问题 我们的教材告诉我们说 这是因为 它的一个 这个 语法方面的问题 语法方面的问题 不同的地方要用不同的形式 接下来4 也有两个 一个是 Deathra Deathra 另外一个是 Deathlis Deathlis 这个是在我们课文里面出现过的 对吧 4 这个Deathlis 5 只有一个 叫做Bende Bende 6 叫做 Exi Exi 7 有两个 这个跟后面的发音有关 不同的可能跟后面不同的词 它的发音不同 会影响到前面该用哪个版本 一个是 Efta 一个是 Efta 一个是 P 一个是 P 一个是 P 另外一个是 F Efta 一个是 Efta 接下来 8 也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同样跟前面一样 这个地方就是换了一下 中间这里方的原音发音 这个跟后面这个接续的词 可能发音有关系 所以要用不同的版本 这个并不是一个阳一个阴的意思 一个是 Octo 一个是 Octo 接下来 9 怎么样 Enea 和 Enea Enea 和 Enea 最后 10 叫做 Deka Deka 怎么样 这是1到10 哪些是我们在课文里面已经出现过的呢 1我们已经出现过了 而且我们说这个1还可以表示 那个不定贯词的 O或者是安 对吧 然后3我们遇到过 2好像也遇到过吧 4有遇到过 5有遇到过 6没有问题 然后其余的我们还没遇到 接下来我们补充一些练习题 其实也是上个单元的一些自测题 做一些小测试 你还记得这些怎么说的吗 我建议你是先把屏幕右下角的那一堆答案 先遮住自己先看看 比如说怎么说 谢谢 F Haristo 这个应该是最熟的吧 F Haristo 然后我们竖着来 竖着来 接下来 Greek 希腊语怎么说 叫做 Ele Ni Ga 对吧 Ele Ni Ga Ga 最后一个 Ga吧 和Alpha 形成一个Ga 这是我们 一门语言 它的一个标志 相当于 Ele Ni Ga 你还记得希腊是怎么说的吗 希腊是怎么说的吗 Ela Da 还记得吗 Ela Da 接下来 有点累 那个累 Glasmenos 或者呢 你如果是个女的的话 我们就要说 Glasmeni 是吧 一个是os 一个是e结尾 接下来 有个 alright 或者ok 怎么说呢 叫做 Endaxi Endaxi 接下来 today simele 还记得 day怎么说的呢 day是 e-me-la e-me-la today simele 接下来 but ala ala 接下来 excuse me 怎么说 叫做 sikno me sikno me sure 这个词 这个词其实在我们课文里面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教材这里出现一个这个 可能是因为它以前的过去版本里面有 后来可能它在改版的时候把它去掉了 所以 仍然保留在了我们的这个练习里面 算是它出的不够严谨的一个地方吧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答案 这个你可以直接看答案 我想我们的课文里面并没有出现 sure这个词怎么说 叫做 webe webe 接下来 only 这是我们学过的 mono 然后是rather 这不是很熟悉的一个词 我们出现过一次 在我们对话里面 叫做 malon malon 好 这里有答案 请你自己熟悉一下 是吧 哪个不会 看一看 然后可以多重复重复 好 接下来是句子的问题 how are you doing 要把这个 做这个东西要带出来 所以就是 d dikane de dikane de 因为我们有个gan gan的话就是我们的 做那个词 how are you doing dikane de 或者呢 你也可以用一个 不是那么正规的说法 叫做dikanis 是吧 不是那么正式的说法 dikanis 也行 然后是 说起来 我们说 我有一点点泪 刚才我们泪有了 glass manos 因为我是个男的 所以我就说 glass manos 那如果 要把我是 放进去怎么样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来复习一下那个 e me family 好吗 如果是我是是什么 e 然后 me 是吧 e me 一个me 然后是一个 alpha 和一个 yota e me 我是 i am 中音在哪 中音在这 e me 所以你可以说 e me glass manos 当然如果你是个女的 你要说 e me glass manos 接下来 how are you 这里面有一个 doing 你要把 干这个词带出来 how are you 不需要用那个干 那我们就用一个号 叫做boss 接下来 you are 怎么说 you are 同样是在 e me 这个family里面 i am 然后you are 叫做 e i se i se 同样是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i se 或者你也可以说 e se 也没问题 我们用一个 这个尊称的说法 所以可以说 boss i se 或者说 boss i se 都行 接下来 i forgot forgot 这是我们上一次 科学的一个 算是新词吧 叫做 do ksehasa do ksehasa do 表示这里的 这个that 然后 ksehasa i forgot 我忘记掉了 do ksehasa 接下来 is it a mistake 又来 有个 it is的结构 又来复习 意思也是 you are 然后现在我们要出现一个 it is 怎么办 同样是 i 然后呢 ne i ne i ne 然后一个错误 la source 你记得吗 i ne la source 他说我 这样称呼你 称呼错了吗 他说没有称呼错 是吧 我们是同事 你不用那么 正式的来称呼我吗 接下来 说我不相信 那个 我不相信 dando be stable dando be stable 出现了一个don't then 然后出现了一个that do 这都可以提示你怎么样 然后后面有一个 i believe be stable dando be stable 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 i am just fine 怎么说fine gara just 加强一下语气 boli i am 刚才复习过了 i me 所以i me boli gara i me boli gara 怎么样 接下来 说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怎么样呢 叫做 de sima me 我不记得了 然后 说 这个 稍微等一等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直接翻译过来 叫半分钟 叫做 miso lepto miso lepto miso 是一半 然后lepto 是一分钟 接下来 稍微了一会儿之后 怎么样 叫做 se li ho se li ho li ho 是一点点 然后 一点之后 in a little while se li ho 好 这是句子问题 接下来是 把 这个 正式的说法 变成不正式的说法 这个其实 比起刚才的来说 简单的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我们 学过的 而且不是上个 上一节课学的 还是更早之前学的 比如说 dika nede 应该是什么 dika nis 对吧 nis 才是一个 非正式的说法 接下来 bos iste bos iste 变成 bos iste bos iste yasas giria johnson 怎么样 yasas 变成 yasu 是吧 yasu 然后他的参考答案呢 把后面的 giria johnson也给一块去掉了 他就说 yasu 就ok了 接下来 is de gala is de gala 把ste 变成se is de gala 说 你好吗 你好吗 我们说你好吗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是吧 你可以用 dika nede 你可以用 bos iste 你可以用 is de gala 这可能是最直接的 就是你是好的吗 就是你是好的吗 接下来 叫做 e do mane de e do mane de 怎么变成它的 这个 非正式情况呢 e do mane de 是吧 e de 一样变成 is is 就可以了 adult hear mane表示的是 住 或者停留在哪里 stay 或者leave 所以你住这儿吗 你待在这儿吗 好了 这是补充的一点点练习 希望你下来之后 在把这一块 遮住的情况下 自己再试试 好 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对话 先听一听它的背景 unit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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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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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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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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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有很多新鲜的词,是吧,但是也应该有你看得懂的地方,比如说,你能看得懂,这里有一个en啊,看得明白吗,一二三四那个e,对吧,steese,steese,我们以前学过在哪个地方,是吧,在哪里,那个at,或者in,对吗,然后ene,poo,这都是我们学过的东西,where is,好,我们再来一遍,一行一行的来,这一次, unit three,triti enotita,e la na piume ena uzzaki,let's have a glass of ouzo,dialogue one,e la na piume ena uzzaki,let's have a glass of ouzo,george invites mary to join him for a drink in a local taverna,mary,e la na piume ena uzzaki, 好,我们先看第一行,mary,e la na,e la na,合在一块儿,变成let's,变成let's,怎么样来构成一个let's,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小的小词,叫做na,我们开始记了一些非常小的小词,这些词汇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含义,而是变成一个语法方面的问题,当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种let's, 一种,我们被称为,怎么说呢,邀请啊,或者是发起一种建议,这样一种语气,e la na,然后是,这个biume,biume,biume,我们喝,我们喝,然后,一杯什么,e na,e na,这个是e,多问一句,这是什么性的e,这是什么性的e, 看得出来吗,后面没有那个死,没有那个死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叫做中性,对吗,中性的,所以这杯酒,这个uzaki,这个酒,这是一种饮料的名字,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这个uzo,在网上你是找得到这种,这个词的中文意思的,uzaki,一种灰香酒,它这个,酒的名字叫uzaki, 然后呢,它是,一个中性的名字,中性的名字,你能通过这个uzaki,看得出它是中性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如果它是一个os,是阳性,然后如果是一个a结尾,它是阴性,而这个是一个yoda,一个e的结尾,所以,真有可能是个中性的,是吧,然后在哪喝,stis,继续,stis,alexandras,stis,alexandras, 好,在哪,stis,at,在一个叫做alexandras的地方,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把它转写成为英文,是吧,alexandra,在一个叫alexandra的地方去喝,而猜一猜,alexandra,它是哪种,它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它是哪种性别, 男的女的还是,你听听听这个名字叫alexandra,你觉得是男的就是女的,对吧,是一个阴性,是一个阴性,好,再往后走,它问在哪儿, 所以,在哪儿,在哪儿呢,现在这个alexandras应该是一个酒吧,或者是几番的地方,对吧, 对吧,是一个是一个酒吧,或者是几番的地方,对吧, 在哪儿呢,现在这个alexandras应该是一个酒吧,或者是几番的地方,对吧, 好,然后看它在哪儿呢,它说inegonda,ineitis,看得懂吗,gondanear,我们学过这一个词,near,gonda,store,又来一个在,在哪儿,在,bargo,bargo,你看看那边的英文翻译,这就是我们的park,park,英文的park,公园,bargo,然后,bargo, 近几番的é area,bargo,bargo,看来自哪儿,根据我书本的注视呢,这个,这个词并不是,或者这一个地方不是生造出来的,这还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公园的名字叫做bargo,bargo,bargo,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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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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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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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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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a, boli, ormorpho, meze do bolio 好,Ena又是学过的 一个,是吧,一个中性的一个 boli,学过吧,very much,很非常 然后这里有个新词叫做 ormorpho, beautiful, nice 很好看,很漂亮 然后有个新词叫做 meze do bolio, meze do bolio 这个是什么意思,先不解释 我们看看它下面 Merry也看到它问这个词 meze do bolio是什么东西 然后Yogo会怎么解释呢 先看看Merry怎么问 meze do bolio,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δεν καταλαβαίνω 来看看 meze do bolio,Di na,Di inne afto 它说Di,what,eine,it is 然后这里有个afto afto 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 她,说她是什么 她是什么 然后这边的给出的是一个that 给出的是一个that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代词了 说她是什么 然后说我不懂,我听不懂 看看怎么说,den 看懂吗 这是一个否定词的den 然后卡ταλαβαίνω 卡ταλαβαίνω 看懂这是我,怎么怎么样 最后的这个 Omega 表示的是我,我听不懂 怎么说,den 卡ταλαβαίνω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yogo 它是怎么解释的 meze do bolio,Di ne mia taverna 怎么样 说这个东西 它是 它是 Mia 女孩子的那个E 是吧 阴性名词的E 这里有一个中性的Ena 这里有一个阴性的Mia 都是指的E 所以后面这个词应该就是阴性的名词了 就做 Daverna Daverna 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也是有的 就这里的这个小餐馆 不是很正式的小餐馆 比较多 英文好像是 Taven 怎么样 当然好像也可以把翻译成Taven 好像也可以接受 一个小餐馆 然后这个小餐馆有什么特色吗 Mia Mia 什么意思 With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有 有什么呢 Bolus Bolus Many 很多 很多 你可以跟后面这个very much 这个Boli 连在一块来记 两个很像吧 对吧 这个是很 非常 这个是很多 Bolus 很多什么呢 Mazades Mazades 这里给出的是开胃菜 Appetizers Mazades 而且这还不是一个 而是很多 所以它加了一个S 还有一个复数在这里 Mazades 说这是一个小的餐馆 然后呢 有很多的开胃菜 以及 K 或者你喝下酒菜也可以 K Boli Uzo 可以有很多的Uzo 这种酒 这种酒 Boli very much 或者a lot K And 这个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连词吧 以及 很多的酒 好 我们继续 这一行是没有读的 我们来看看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叫做 Se lijo 什么样 In a while 是吧 In a while 或者after a while 稍后 或者说 过了一小会儿 Stis Alexandras Stis At 或者In 在 Alexandras 在这个 Alexandras 这个小 酒馆 或者小餐馆里面 然后看看 这个人先说了什么 Dissaparte Baracalo Dissaparte Baracalo 先看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叫 Servitoros Servitoros 这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把它稍微转写一下 也许你就明白它是什么了 首先是一个Servitoros 然后是V 然后是Doros Servitoros 接下来 Doros 这个什么意思 你看到前面这儿能想到什么 能想到这是一个 Servitoros 服务 或者是Servant 这就是我们的餐馆里面的服务员 Servitoros 他说什么呢 Dissaparte 然后是Baracalo 这里翻译成了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或者 字面翻译是 What are you having Please 所以 后面的Baracalo Please 又学到一个很好用的词 是吧 Please怎么说 叫Baracalo 接下来前面是What 看到哪个是What D 对吗 D Ganede What are you doing 或者说 啊 或者说 How are you doing 是吧 D How 或者是What 然后 Sar Sar 又是一个很小的词 跟前面我们遇到这个那一样 本身并不具备非常多的意义 但是它是有这个语法翻译的作用 这是一个将来时代的标志 What Will you 相当于 What will you 或者是What are you going to 然后哪里有个U 这里的Ad 显然是U 而且 现在有一男一女是吧 Yorgo和Merry两个人肯定要用复数的Ad 然后是 Have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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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You are going to heaven 然后这里有个What What are you going to heaven Baracalo Please Please 这就是结合这边的英文翻译 尤其是竹子竹句的翻译 然后这样来学习的一个好处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他们点什么 Dio Uzakiya Que Mia Pequilia Dio Uzakiya 两 看得出来吗 这是二 I我们这里出现了两个 一个是Mia A 这个阴性的1 和 这个 Ena 在哪呢 这 Ena 阳性的1 而 2我们说了只有一个 就是Dio Dio Uzakiya Uzakiya 怎么样 如果是一杯 我们叫做Uzaki 两杯 Uzakiya 后面加一个A 把它变成复数 这是变复数的一种办法 加上一个A 好 我们再看 以及 Que Mia Biquilia Biquilia Mia 又是E 对吧 E Biquilia 这里给出了 是我们的 这个 一盘 开胃菜 一盘开胃菜 叫做Biquilia 多问一句 这个很明显 Mia是阴性的 所以Biquilia 也是阴性的 这个你能看得出 是阳性阴性啊 可能有点迷惑 你看到 好 有个E啊 好 看来就是阴性的 那就又栽水里去了 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 Uzaki 看这 Uzaki 这是一个中性的词 它变成了 复数之后 加了一个A 可能会有一定迷惑性 尤其是 这个2 这个Dio 它又只有一种形式 对吧 又只有一种形式 好 最后一个 我解释 记住它 很快就好 怎么说 Ame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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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然后把它 从头到尾的再放一遍 这件我们 我不需要你去读 但是我希望你在看的时候 你应该能 基本上看得明白 它在说什么了 Amesos Amesos Where are these Alexandres? It's located in the Parko Panathinae A very beautiful Mezzedopolio Mezzedopolio? What is this? I don't understand Mezzedopolio is a taverna with many Mezzedes and many Uzo What will you do, please? What will you do, please? Two Uzo, and one small A very fast How do you do, basically can you see it? If you don't do it, please stop and wait for each of you to see it See if you remember some notes or put my video back to the front And now let's check it out Unit 3 3 3 1 1 2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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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8 9 9 10 12 12 12 13 14 1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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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5 15 16 18 阿λεξάνδρας 好继续 Πού είναι της Αλεξάνδρας Πού είναι της Αλεξάνδρας Είναι κοντά στο πάρκο Παναθήνα Είναι κοντά στο πάρκο Παναθήνα Ένα πολύ όμορφο μεζεδοπολείο Ένα πολύ Όμορφο Μεζεδοπολείο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Μεζεδοπολείο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Δεν καταλαβαίνω Μεζεδοπολείο Είναι μία ταβέρνα Μεζεδοπολείο Είναι μία ταβέρνα Με πολλούς Μεζέδες Και πολύ ούζο 然后这一段我来读一读 因为这一句话在我们的录音里面并没有出现 Give做个好 いく对我的偈一样 三个鱼几箱 一段是十个鱼几箱 两个鱼几箱 然后我 你 obst许 怎么样 基本上会读了吗 没有关系 其实我当时也是读了好几遍 才能读到现在这个情况下来 那么请您反复我的视频 我这里就不再一点点的再跟着你一块来读了 反复我的视频 把它读书 好吗 好 我们来看后面的词汇部分 词汇部分 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词汇好吧 Ela 有意思吧 叫做Let's go 然后是Stis At 它会根据后面那个词的性别 在哪个地方那个词那个性别来变 所以这个Stis实际上后面跟着的是一个 这个阴性的词 接下来 Ela na be me Let's Go and have Let's go and have 我们一块去喝 然后它有一个 这个 字面的翻译叫做You come And we drink You come and we drink 多问一句 哪里表示的是一个味 猜一猜 在这个词里面 哪里表示的是一个味 后面的 物美 物美 表示了我们 我们 好 但往后走 Do Bargo Do Bargo 怎么样 什么词性呢 或者是什么词性 什么性别 Do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中性 Bargo 你同意吗 这个结尾也能看得出来是个中性 没有S 对吧 没有那个S 也不是A 或者E来结尾 接下来 这个 公园的名字 它说是在雅典的一个公园 叫做 Banat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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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叫做 Bargo Banathina 叫Banathina 公园 好 接下来有一个叫 Alexandra 这样一个小市店 或者说是 它叫做 一个条 这个大道的名字 以及 一个小的 仓馆的名字叫做 E Alexandra E Alexandra 怎么样 这一个 前面有个E 说明了 是不是 它是一个 阴性的词 在往后走 漂亮的 叫做 O Morpho O Morpho O Morpho 再来 说 这一个 会 卖很多的酒 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 Do Mese Dobolio Mese Dobolio 其实这个词呢 是两块合在一块合成的 一会儿我们会 讲到前面的Mese Dobolio 小吃 后面的 或者说是这个 开胃菜 后面的 Bolio 这一块 是卖的意思 就是卖菜 就在说 卖小吃 卖菜 好 现在是 开胃菜 这个东西的 复述 叫做 Mese Des Mese Des 接下来 小餐馆 叫做 I Daberna I Daberna 看见这个I 就知道 这是一个阴性的 名词 接下来 Bolus Bolus Many 很多很多 然后后走 Waiter 这个 Servant 是吧 也可以 字面翻译 就是 仆人 叫做 O Cervidoros O Cervidoros Doros 怎么样 这是一个 男仆 或者说 先生 所以是一个 Os Os 有兴趣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一位 Vitress 该怎么办 接下来说 你们将要 有 怎么说呢 Sabarde Sabarde 哪里能够表示 是将要有的 前面的Sabarde 一个未完成式 或者说是将来时代的标志 接下来 各种各样的 小吃 看怎么说 I Beginia I Beginia 最后 有一个 这个 马上就做 叫做 Amethos Amethos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地方 它是 一个加了S 我的感觉是 这个应该是 一叠 A plate 才对 好 这是 这个 词汇部分 就说到这 接下来 再补充一点点 关于 这个 Tabern 这个东西的 一点点知识 比如说 他说 Mesetopoleo 是一个 不是很正规的 这个 餐厅 然后他提供了很多的开胃菜 以及 物种 以及这种酒 还有一种叫做 Retina 或者是啤酒 这两个是两种酒来的 一个是茴香 一个是 什么别的什么酒 然后说 这个词他本身呢 就有两块组成 一个是 Mesetis 开胃菜 以及卖这个词 叫做 Boleo Boleo Selling 所以是卖菜 是吧 然后呢 这里还给出了一些 这个 希腊的这些 开胃菜 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 Taziki Taziki 说是一种 有酸奶啊 有什么 黄瓜啊 这类等等 等等 一种蘸酱 然后有一个叫做 Talamosalada Talamosalada 然后就是什么 鱼子酱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 Meatball 这个 肉丸子 叫做 Leftesis 以及一些 Pie 也像饼 比如说 这个 起司 叫做 Dirobita Dirobita 然后这里有一个 波罗派 怎么样 叫做 Spanagopita Spanagopita 是吧 你看看这里的 Spanagop 跟这里的 Spinach Spinach 这个 叫做 菠菜 你看是不是 长得 还是蛮像的 对吗 好 往后走 然后除此之外 他说他还能够提供 很多的 当地的 这些特色食品 而且呢 它是一个非常 不正规的 这样一种 小的 Spanagopita 就是在户外的 直接在户外 打个棚子 可能就开始弄了 然后如果是 真正的 比较正规一点的 饭店 应该怎么说呢 这里有一个叫做 Estiatorio 或者这个 你自己拼拼看 一点都不难 Restaurant 怎么样 Restaurant 是吧 Restaurant 感觉怎么 我们听得像是 像是读日语似的 然后 这个 这些正规的 诗店呢 往往是需要你 穿得比较正式一点 才行 正式一点才行 好了 这点补充 就说到这 然后这节课的最后 我们再来 读一节 Gada Yoni 这个 约翰福音 它的第七节 先来听一听 好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还是那句话 有一些动词 你现在可以不管它 然后我们先看那些非动词的部分 比如它从哪开始 从 Udos 这个词开始 它翻译成了一个 He 翻译成了一个He 其实这个词呢 也可以是一个 This 这个的那个 在这 不过这个东西 好像在 现代的 希腊语里面 已经不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Udos 这样一种用法 只有在古希腊语里面才有 似乎是这样 然后 Kame 不管它 这个词是动词 先可以暂时 不管它 然后 Is Is 阿 阿 又来一个 可能古希腊语里面存在的 阿 那个 叫做 嗯 不定 贯词 不定贯词 接下来 它来 然后是作为一个见证 A witness 这里有个 Mardillion Mardillion 然后 这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名词 这是一个名词 而这个名词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的词形分析 它说它是一个名词 而且是一个 宾格 阴性的单数名词 宾格 阴性单数 我们今天来稍微多看一眼 它的格 你看 它作为宾格的话 是一个 最后以 N一个N来结尾 对吧 N一个N来结尾 而前面这一个 它 或者说是 This 这个 肯定是一个主格 主格这里有个 Oth Oth 宾格 宾格变成一个 避音结的 N 一个鼻音 N来结尾 然后 我们继续往后走 Hina Marturese Peri to Photos Hina Mar To Fin Futurice Peri 然后 Dou Fotos 好 Fotos 这个词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个词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叫做Force 非常高兴 我昨天晚上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指出了我一个错误 我当时说这个词 它的原型是一个 Fordor 写不对 应该是Force 光 然后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光 这是什么样的光 这是什么样的格呢 看看它前面的 这个冠词给出的是Do Do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当你看到有一个 哦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请你想一想 它可能是一个 数格 谁是谁得那种情况 谁是谁得这种情况 我们来看看它的词形分器 它给出的是 一个数格的 中性的单数 数格 中性 和单数 数格 中性 和单数 前面这个地方能够告诉你是 数格 看到一个 物 或者说一个 欧 在古希腊语里发生了欧 我们稍微说一下 在之前我们遇到过 我们遇到过一些 其他的格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到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神 是吧 God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次干 然后我们在后面加一个后缀来变它的格 比如说 我们说它是主格 加什么 加一个 是吧 加个 在后面 这是主格 我用一个 N-O来表示 Nominative 接下来我们还学过 它的宾格怎么样 宾格一样 用一个 把它变成一个 笔音的笔音节 来 加一个 加一个 Ni Theon 这是一个 Accusative A-C 宾格结构 然后 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 这个 词它的 数格 只不过呢 这个是一个 叫做 阳性的名词 而False 这个词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那么在 不是False 这个 对没错 这个False是一个 这个中性的名词 那么中性的名词的话 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变成的是 Do Do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 当你看到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 O这样的一个结尾的时候 请你想到这个可能是一个 Genative 它是一个数格的情况 我慢慢来熟悉它 在下一次呢 我会开始给你出这个 变格的这个表 我们一点点来记这些表格 或者记这些东西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知道了 哪些这个比较重要 好 我们往后面接着走 可能你听到了它这里并不是读的 Ena 它读的是 Hina Hina 这跟上面标的这个 记号有点关系 如果它的记号给出了一个 这样的标准 像一个单引号在前面 如果变成一个这个情况 在E二大的前面加了一个这样的记号 那么这个记号是一个送气的记号 送气的记号 再多 要试一下吧 不太好 因为这个拿着写字板 这个不是很好写啊 如果给出个这个 那么就不是个E 而是前面要补一个送气的 所以拼在一块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 He He 所以虽然写出来是一个 In 其实发音的时候 更接近一个 Hina Hina 又来了 Hina 这一个 Hina 是连接词 That That 这里又来个 That 然后这里有一个 比较麻烦的 Mardelithi 然后这里有一个 Bandes Bandes 然后 Pis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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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ing 好 这里前面有一个词 我们今天有遇到过的 前面我们有一个词 是遇到过 就这个地方 叫做 Bistible Bistible 这个词我们以前遇到过 这什么意思 Believe 还记得吗 说 简直不敢相信了 怎么说呢 I don't believe that 怎么说呢 Dendo Bistible 还记得吗 Dendo Bistible 所以前面这里是Believe 后面加上了一个 So Sing So Sing 那么看看下面 给出的解释 说 Might believe 然后有一个 Subjunctive Subjunctive 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 Believe的后面 加了一坨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虚拟语气 接下来 The The 这是我们学过的东西 其实 Through 然后 Through 谁 这里有个 Aldo Aldo 可能你会跟我说 这不是个Af吗 根据现代的希腊语 应该是一个Af 应该是Af 不过这里呢 我们把它读成了Au 古希腊语 连在了一块 变成一个Au Aldo Aldo 看得出来这个Aldo 什么意思不 看出来是什么意思不 这是一个 He 他 然后 他的一个 鼠格 你能看得出来吗 比如说 它是一个鼠格 你能看得出来 这是鼠格吗 所以说后面 又有一个 O在后面 跟哪儿是一样 跟这儿是一样 你看 这里有个O 这里有个O 只要看到这样的情况 请你想一想 可能就是一个 鼠格的情况 看看下面词心分析 这个稍微有点晕 对吧 它的意思 它给出来是Him 它明明又给出一个Hiss 但是 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鼠格 它是一个鼠格 好 我们这一次的课 就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